画面里的是来自贵州的小玉 26岁的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来到金牌调解 小玉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到律师庙洪涛 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 调解还没开始 小玉张口就要先拟离婚协议 小玉的丈夫李先生会怎么想 面对妻子的离婚要求 李先生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显得十分配合 离婚也尊重 财产也没要求 谈离婚谈得如此平静 李先生说 原因只有一个 她是自己的初恋 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调解现场 小玉撕开了李先生的真面目 她动刀子了 用刀子架在我的脖子上 但是我情绪也很激动 我说你不想活 我也不想活 就是她死都要离婚 我说我死我都不会跟你离的 而李先生也爆出了小玉的猛料 上了那个人的车 从副驾驶 然后两个人又坐到了那个后排位 究竟是什么样的异性朋友 能让这对从初恋走进婚姻的夫妻 走到末路 又是什么 让他们决定离婚后 还要千里迢迢 来到金牌调解的现场呢 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 和初恋离婚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 北辰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李先生和小玉 两位在坐上我们调解席之前 刚刚还在和我们的律师 沟通离婚的事对吗 据说协议都拟好了 但是还没有正式的签署 两位是有什么考虑 在小孩的抚养前 还在有考虑 是因为小孩的抚养权的问题 还没有想明白 所以暂时没有签这个协议是吗 对 是这样吗 李先生 不是的 我这边主要是想 把我老婆挽回来 毕竟我们之间有两个孩子 我想给他们一个完整的家 明白 那小玉呢 你的诉求 我来到这里的目的是离婚 我的想法的话 我们现在的婚姻本来就不幸福 再这样聚集下去 对小孩 那也是不好的 不管孩子这个问题能不能谈妥 小玉是坚决要离婚的 对 因为我在这段婚姻 已经是在煎熬当中 煎熬 对 我也赞同他这样说 因为其实我也感觉 我在这段婚姻中 也不幸福 我也很煎熬 就是不想让自己留下遗憾 所以才来到这个敬拜条件 李先生夫妻俩都承认 现阶段的婚姻十分煎熬 两个人都有想离婚的想法 只是相比妻子的坚定 身为丈夫的李先生 还是怀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希望给这段婚姻 最后一次机会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 让夫妻俩的婚姻 走到末路的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 因为小玉的异性朋友 去年的十一分的时候 我看到他和别人的聊天信息 那个男的是身上纹了一个纹身 我大概就是看了三纪 大概的意思是 那个男的叫我老婆 看他的那个男生 我老婆的回答是说 你那个纹身有什么好看的 然后那个男的回答又说是 那下次让你抱着看个够 就是我大概就是看到这么几纪 我当时感觉到的就是一个背叛 我就没有人做情绪 我就和老婆吵了一架 我就问他怎么回事 我老婆就说是 他们没有聊什么 就是很正常的 那我说那就打开手机看一下 你不是已经看到了那个内容吗 我就大概就看到那三纪 就其他你也没看到 那就那三句他又给你一个解释吗 没有 你是判断他们的关系肯定非同寻常了 要不然不会说这样的话 对 我把他的手机抢过来 手机是有密码我也看不到 那我说那我去找那个手机 我一修了那些工作人员 他们说这个打不开 打开的话就是那些数据也没了 那后来呢 后来的话我就回来 我叫他打开 最后他也打开了 打开之后呢 就是里面的所有东西都不见了 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跟任何人的聊天记录了 对对对 全部清空了 对对对 那我问一下小玉这边 小玉刚刚首先一个他说的这个事 是不是就是这么一件事 对了 有的 聊天的内容真的像李先生说的那样 那这个似乎是 超出了一点普通朋友的界线嘛 那这个事是真的是 你在外面已经找到了新的感情 没有 就是一个普通的朋友 然后开了一个玩笑 那你有跟他解释一下吗 就是这么回事吗 何必搞得那么复杂呢 因为在这次争吵当中 他动刀子了 用刀子架在我的脖子上 当时我情绪也很激动 我说你不想活 我也不想活 没有 因为当时我老婆呢 她是比我还极端 就是说她的表现就是那种 气急败坏的表现 她用那种最恶毒最恶毒的言来刺激我 然后她就说她死都要离婚怎么怎么的 我说我死我都不会给你离的 她替离婚了 对我老婆替离婚的 我说我现在的心情 我说真的你不要刺激我了 不要逼我了 在善良的人在某种情况下 他也会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 但是他还是咄咄逼人 要这样那样的 我确实然后就做出了这个激动 意思就是想吓唬吓唬他 明白 你们都是想表达自己的愤怒 李先生说 两人这次之所以会如此愤怒 是因为在此之前 他们就已经因为异性朋友的事情 争论过无数次 但每一次都是不欢而散 之前其实我有跟我老婆说过 对他和异性朋友聊天 我很在意的 但是他的意思是 我交一个异性朋友怎么了 在小玉看来 和异性朋友聊天 是他正常的社交 丈夫没有权利干涉 可李先生却觉得 自己有必要未雨绸缪 因为他太单纯了 我就很害怕 就是他控制不住外面的诱惑 一下子做出一些什么傻事 李先生的话让人费解 明明小玉已经26岁 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李先生为什么会说 小玉太单纯 怕他被人骗呢 他又是为什么 对小玉的异性朋友 如此敏感呢 事情或许还要从李先生 认识小玉开始说起 那一年李先生30岁 小玉17岁 他17岁就跟我在一起了 对我来说 他像我的孩子一样 就是感觉他不是很成熟 你们当时是怎么认识 怎么在一起的 之前他是在电信公司里面上班 然后我刚好去那里 担那个宽带 就相互留了一个电话嘛 有一天晚上 我给他发了一个短信 结果他毁我了 我们俩就这样 聊了一整一的天 我那电话费打没了 然后他又接着 又给我打过来 又是打到通宵 就这样慢慢地就在一起了 这件事我想都不敢想 首先我比他大那么多 他还那么小 梦想成真的感觉 比梦想成真的还要吃惊 梦想是已经有梦想了 那个就天上掉馅饼的那种感觉 你看他长得这么漂亮 能看上我 真的一种上天的恩赐 很幸福的感觉 特别美好 我不知道小玉怎么看这个过程 我应该说是不知吧 因为我当时什么都不懂 因为当时我就是初中毕业 刚工作 然后接触到这个社会 所以说当时的时候 应该说什么都不懂 年少无知 聊天聊起来 一个通宵啊 说那么多话 那你这个配合是 因为觉得李先生不错 我愿意跟他聊下去 试着跟他发展一段 男女朋友关系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对 那那个聊天算什么呢 你需要什么呢 从这里面得到什么呢 反正当时的时候 就这样懵懵懂懂的 反正就是和他在一起了 如果那一天不是李先生 也会有这后面的一切吗 那没有 那还是有什么东西打动了你 或者在那一个除了无知之外 总还是有一点东西让你觉得是 我愿意去尝试的 应该是说跟前男友分手以后吧 然后就刚好认识他 过后没几天 到了情人节 然后他给我买了一束花 然后之后就怀孕了 那至少怀孕这件事情 也要你愿意吗 因为聊得来 仅仅因为聊得来 17岁的小玉 就一头扎进了 30岁的李先生的怀抱 并且不顾父母的反对 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 生下这个孩子时 小玉才19岁 自己还像个孩子 而她对婚姻的想象是这样的 惊喜 浪漫 三观一致 年轻的小玉觉得 这应该是婚姻最基本的元素 可是当她生下孩子 她却发现 真实的婚姻 和她想象的完全不同 不仅没有浪漫的惊喜 反而全是柴米油盐的琐碎 比如说也是三胆 什么油放的多了少了 然后放辣椒这些东西 她就怪我 大吼大叫吧有时候 为这个事情对你大吼大叫 对 因为她说她吃不了辣椒 然后我呢 就是跟随她的习惯 但我又接受不了 你又委屈了 对 然后后面 我就做饭菜了 然后让她自己做 然后或者就是 我说那你自己吃啥 然后你自己做 我自己吃什么 我自己做 然后就这样 反正就是疏远的吧 确实她说的这个 这些情况有 因为我肠胃不好 一吃辣椒就要拉肚子 然后一拉就是能拉好几天 我也跟我老婆说过 什么 辣椒放得太辣 那么我吃不下 你是觉得这件事情 是可以解决的 对 但是没有解决 是为什么 问题就是 我老婆她不愿意 去做改变 就是说吃辣椒的这件事情 是你老婆她能改变 而不愿意改变 对 你从这里面 你会产生一个 什么样的想法 一点都不在乎我 她所说的和之前的 都不一样 因为对这段感情 应该是说 我还比较主动 你比较主动 对 比如说两个人 不在一起的时候 或者是我下班 先回去的时候 然后我就会 给她打电话 或者是饭菜 做好的时候 然后我会给她打电话 但是她表现出来的 就是一种不耐烦 就是没有什么大事 就不可以 给她打电话的那种 然后我就说 为什么 我说夫妻两个 你就说普通朋友 还能说几句话 为什么我给你 打一个电话 然后就这样说两句 你这么不耐烦 那个时候在我心里面 默默地发誓 我就不要这样 就当你遇到 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不是说去 努力去说解决问题 你想的更多的就是 那我放弃吧 有过一次 就一次 对 那是因为 我在外面那个 安装衣食柜 她打电话过来 我那个 一只手扶着那个衣食柜 一只手去接电话 结果不小心 就是把人家那个 一个衣食柜 摔破掉 我心里面 稍微有点急 然后我就 我就回来她一记 我说是 如果没有什么 太重要的事 我说 我就不要打电话 我说我这边很忙的 就是我们之间 发生的这些 一个小问题 它就是从头能 记恨到尾 李先生觉得 小玉在意的 都是一些生活上的小事 根本不至于为此 闹到要离婚的地步 可小玉却觉得 两个人吃吃不到一起 聊也聊不到一起 婚姻根本没有维系的必要 因此借着去年 丈夫和自己大吵的机会 她提出了离婚 因为这段婚姻 本来就不幸福不开心 我也是心里面 早就想把这段婚姻解除了 所以你这次是找了 这么一个借口 正好 那我是要离婚的 我们吵架了 对 小玉一心只想摆脱 这段让她不幸福的婚姻 但李先生 却舍不得这段感情 为了挽回小玉 她跑到妻子的娘家 搬来了救兵 并最终靠着岳父岳母的劝说 留住了小玉 我就说不离婚也可以 反正我就是这样 过我自己的生活 我也不做什么违反 道德底线的事 我是这样跟我自己的父母 这样子说的 很显然 小玉的不离婚 并不意味着 她和李先生之间的问题 得到了解决 她只是碍于父母的面子 勉强维系了这段婚姻 但在心里 她却已经给这段婚姻 判了死刑 我无论是干什么事情 我都是独来独往 李先生悲哀地发现 她留得住小玉的人 却留不住小玉的心 可即便如此 面对这个比她小13岁 从17岁开始 就和她一起生活的女孩 她也还是不愿放手 直到今年6月的一个晚上 她跟踪妻子出门 看到了让她 不得不放手的一幕 6月17号的那天 我们大吵了一架 后面她就跑出去 我觉得事情不对劲 我就跟着她出去了 结果她和那个一姓朋友 视频聊天了 然后最后见面了 上了那个人的车 骑到一个偏眼的江边 你都一路跟着 你当时跟着她出去的时候 是知道她会去找 异性朋友 我大概能意料到 然后呢 他们俩就是从副驾驶 然后两个人 又坐到了那个后排位 当时我也看到这一幕 是吧 非常接受不了 但是我又不能去做 杀人犯法的事 我自己做思想斗争 就可能20分钟左右吧 怎么办 在那节目心头之恨 就是我考虑了很久很久 我就找了一个那个 异画袋里面 找了一根枯树枝 去把那个男的 前后挡风波里给砸掉 来表达一下心中的愤怒 那这个事有说清楚吗 到底那个人跟你老婆 跟小玉是什么关系 他们搞不清楚 他们的说辞是 他们是普通朋友 他们之间没什么 你在心底里 你会接触他们这个解释 后来我也就问过我老婆 我老婆一直说 他们之间没发生什么 就是没有做出那种 超越道德底线的事 我也相信 但是这件事 或多或少 给我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伤害在哪里 还是背叛 底线就是还没有到那种 最严重的地步 但是他们已经在 往这条路上走 我就是和他吵架之后 我哭着出去的 然后我就是想找那个朋友 倾诉一下 天气比较热嘛 然后我们去了一个江边 然后他一路跟随我 我没想到他会跟随我出来 然后我们到那个江边 应该说还没有三分钟 他就出现了 然后他就操了一个木棒 给人家的特尔波尼杀坏了 他刚刚说了一个细节 一开始你是坐在副驾的 后面到了江边以后 你们离开了各自的位置 一起坐到了后排 对 有 因为当时的就是 他买了那个饮料 那个车门的两边 有放饮料的地方 然后我们两个坐在后面 坐在前面一样 可以拿着饮料 所以我想问这小玉就是 在李先生这里 他有一个非常接触不了的事情 就是觉得这件事 虽然你们没有发生 实质性的事情 但是这个过程 这个做法本身 对于你们的婚姻 对于李先生来说 这一定是会有伤害的 但是好像你在这一点上 自始至终都没有认识到 伤害的话那肯定是有 但是我已经早就 已经对这段婚姻 就相当于说 我们是法律上 活法的夫妻 但我早已经不认同他 这个就是你说的 可以保留这个婚姻 但是我要过自己 可以这样说 那现在回到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两个人 目前之所以没有在 签这个离婚协议 是因为孩子 对 就是担心给孩子 带来的伤害 我是想找一个 对孩子伤害最小的一个办法 去解决 你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 我完全没有什么想法 那我再问一下小玉 对于孩子这个事情 就是想着去解除这段婚姻 做到好聚好散 调解进行到现在 小玉依旧是态度坚定地 要离婚 而李先生似乎 也对这段婚姻 没有了信心 他强调 离婚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 不要伤害到年幼的孩子 但是观察员观文 却想告诉他们 此刻比离婚更重要 是两个人都要 从这段婚姻中 学会反思 小玉我对你的劝告呢 先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 我认为你应该 多花时间沉淀 尽快长大 从进入这段婚姻的时候 一个通宵 一条短信 一束鲜花 你把自己的后半生交出去了 那个时候的你不懂 但是现在的你 要明白 你是否真的很爱他 他是否真的能够 一生对你好 多花一点时间 两个人多相处 不就什么都看明白了吗 到底那个时候的问题 出在哪 是出在这个男人 就是个骗子 他把你给骗了吗 不 是出在你根本都没有 弄明白什么是爱情 什么是婚姻 你就先做了母亲 所以一定要学会 多花时间沉淀 想一想 我现在把婚姻生活 过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只是 对方的责任 还是有我自己的问题 接下来是李先生 其实你刚才说了一句 让我挺感动的话 你说 我觉得 我眼里他就是个孩子 你要知道 有多少女人 听完这句话 会妒忌小玉的 很多女人都希望 在婚姻当中 自己能被老公宠得 像个孩子一样的 可是你真的宠了他吗 不 我觉得在过去的 九年十年里 你只是充当了 他另一个教养者 在管束他 在指责他 一件事情他没有做好 你可以选择指责他 你也可以选择安慰他 没关系 接下来以后 一步一步能做得更好 那那个时刻 李先生 你的选择是什么呢 你也可以再想一想 所以最后我想告诉你 一句话 李先生 天上是掉了一个馅饼 如果你能够用你的 更成熟的 更睿智的一些想法 用你的更多包容 和理解的行为 去陪伴和帮助 你身边的妻子 是不是能够走出 不一样的结局呢 我们说好言两句 三冬暖 话不投机 半句多 当初在跟你谈恋爱 最开出 你们可以聊一个通宵 说明当初你们彼此在 沟通聊天的过程当中 你的某一种心理需求 得到了满足 我们在画面一转 那一天 你和那个异性 坐在车上 到了河边 你们又在聊什么 是不是跟当初 你跟你丈夫聊的时候 有非常神似的历史重演 你有没有思考过一个事情 就那个男人 他的心理需求是什么 在明知对方 有家有事的情况下 把一个女人带到河边去 晚上坐在车上 单独的沟通 这显然是心怀异想的 你只是认为 她是一个普通的异性朋友 但这个男的不这么认为 你说其实没有什么 可是当你丈夫 拿到你的手机的时候 里面什么都不见了 这背后真的没发生事情吗 真的没有人删除一些 敏感信息吗 我们都听出来 不是 肯定有 自从跟你的丈夫 发生这么多矛盾以来 我能感觉到 你已经彻底地把它从你心里深处 排斥出去了 但是呢 这个世界上的夫妻关系 或者叫亲密关系 没有现成的一找到 就是完美无缺的 没有 都是经过不断地磨合 不断地调整 不断地修复 不断地包容 影响对方 然后达到和谐的 这才是一种正常的亲密关系的经营方式 而不是说 我排除这个 我扔掉这个 我去找一个新的 我就可以从此过上新的生活 所以 大家都说 希望你更加地成熟 更加地理性 就是这个原因 小玉 你多次说到 那个时候我不懂事 我无知 那我告诉你 无知不是我们犯错的借口 我们更不能把无知当可爱 你说你无知 那个时候你已经参加工作了 你甚至谈过恋爱 人不能以年龄来定 有知无知 而那个时候 虽然他虚长几岁 但是我不认为 你比他无知 你们两个走到今天 其实有一种 两个人希望都落空的这种感受 小玉设想的婚姻生活 和那个婚前 那么激烈 那么冲动的爱情的样子 完全不一样 所以她是失落的 这个以为掉下一大馅饼 然后发现里面没有馅 也是失落的 因为 在她的传统的价值观里头 对一个妻子的要求 显然小玉没有达到 你说做饭收拾家务吗 好像也谈不上 很多时候她给你做饭 你说带孩子 有多前期良母吗 好像更谈不上 你说有多么忠诚吗 也未必 还有点 至少李先生认为 说的不清不楚的关系 所以 图的是什么呢 她的心态 就是这样 小玉我没说你一定是错的 我只是说 我帮你看到她内心怎么想的 那你想如果你是她 这个男人 你会不会被煎熬得很痛苦 说说小玉的边界感 作为一个 以为人妻的女生 她的边界就又小了一部分 男人的边界也小了呀 原来她可能会 拉着一个女同事 或者女性的朋友 做副驾驶 但是懂得边界的男人 副驾驶以后 从此以后 就是我的女人做的 其他任何女人 麻烦你坐后面 更安全 这就叫一个 已婚男人的边界 所以她怀疑你 或者说她有一些 过激的言行 我觉得可以理解 虽然方法不赞同 但是心情可以理解 小玉现在 你能想通这一点了吗 最后一个观点 当一个女人知道 外面的世界 有阳光的时候 我就忍不了屋里 天天下雨 小玉的感受就是 我现在忍不了了 李先生 我还能忍 男人和女人 无论在生理和心理 都差距很大 都完全同步 是不可能的 那靠什么呀 靠的就是 我是真的因为爱 跟你在一起 又因为爱在坚守 而不是因为孩子 观察员北辰认为 婚姻走到今天 夫妻俩都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 尤其是小玉 用无知去概括 过去的自己 其实也是对 自我的否定 和不负责任 一段婚姻 必须要有爱 作为基石 才可以牢固 而听了观察员 北辰的话 在密室里 小玉终于松口 坦诚了内心 无关她的善与恶 好与坏 反正我就是不喜欢 我没爱上根 这样说的话 那也没有完全是 还是有的 对 有可能是有的 小玉说 自己确实爱过李先生 只是随着双方的摩擦加剧 让她不愿意再回顾 这份爱情 如今的她 只想赶紧开启新的生活 我觉得我一定能够 找到更好的 我心里面是这样想的 无论是说 以后我一个人 还是去 再去找另一半 我就觉得 比现在还好 一定会比现在好 对 从头到尾 小玉离婚的决心 都很坚决 而密室的另一边 李先生也决定放手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回到我老婆身上 就对自己的这些做法 她完全不知道自己 要反思的 对此 调解团队选择 尊重他们的意见 并请出律师妙宏涛 为他们梳理离婚协议 协议的焦点 就是两个孩子的 抚养权问题 我让步 如果两个孩子 抚养权给他的话 那我出抚养费 李先生你意思呢 我没想好 小玉提出 可以两个孩子 都归李先生 他按照法律规定 承担抚养费 或者两个孩子 一个抚养一个 可是 面对小玉提出的 这两个方案 李先生似乎都不满意 表示无法选择 我想再给自己 缓动之间 对 这样 原来 早在来金牌调解之前 两人救孩子的问题 已经探讨过很多次 李先生也承诺小玉 在金牌调解 给这段婚姻 做出最后的了断 可现在李先生却又一次 犹豫不决 让他实在无法忍受 对此 律师庙洪涛 给李先生提供了三种思路 第一个方案 就像是刚刚那个 咱们的小玉也同意的 孩子都归你抚养 他用你承担抚养费 第二个方案的 两个孩子一人一个嘛 大儿子归一 李先生 抚养费你自己的 小女儿归你 小女儿抚养费你自己的 第三个方案是 大陆屋顺女儿都割舍不了 我们就轮流抚养嘛 这个也法律允许的 可是三选一 李先生还是做不出选择 我就是在孩子身上 还稍微有点那个纠结 李先生长时间的犹豫 把小玉都急哭了 他觉得李先生不是选不出 而是在找借口 根本不想离婚 那么李先生究竟 是不是真的想离婚 孩子的问题又触动了 他什么隐忧呢 我们从密室出来 继续回到调解现场 来看看我们的当事人 有什么想说的 我是还是在为孩子纠结 我是在想 我以后为两个孩子活不再起 还是说我以后还要再起一个 这是你能想到的吗 你想娶就能娶啊 出现那个人了 你深爱了 你不想娶就能不娶 你就自顾自往前走 你走明白了 孩子跟着你就幸福 你想太多了 比如说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也就不准备再起 因为谁愿意嫁一个 带着两个孩子呢 另外一个情况 那你直接说 我想带孩子 但是带着两个孩子 谁愿意嫁给我呢 这是为谁 这是为了自己 对 所以就是两种可能 一种 这是一种可能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如果我只带着一个孩子的话 那我还可以为自己活一次 其实这事特简单 你不就犹豫到 担心我又想要孩子 但是要了孩子 怕耽误自己以后的路吗 所以拿出一个 能不能不伤害孩子的办法 给自己做一个挡箭牌 我说句难听的话 又当又立 这事如果两方 有一方是无私的 这事都不至于到这来 李先生 我只想把这句话 作为最后的结束语送给你 一个犹豫的人 在过马路的时候 被撞的可能性会很大 安分守己的人 留下来等待两分钟 一分钟没问题 怕就怕你这种犹豫的 又想过又不想过 最后车也在误判你 就出车祸了 调解过程中 李先生一直强调 希望能找到一种 对孩子伤害最小的方式 结束婚姻 可此刻真正面临选择 最让他担心犹豫的 却是两个孩子跟着他 会不会影响自己再婚 显然他的这个犹豫 谁也无法替他开解 厂商调解在他的犹豫中落下帷幕 厂下他反复的权衡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做出了决定 儿子归小玉 自己带女儿 财产则有两人均分 最终经过六个小时的调解 李先生和小玉 在金牌调解的现场 签署了离婚协议 这个场景或许是结婚式的 他们做梦也想象不到的 尽管两人都一再强调 希望离婚能够不伤害孩子 但在这段破碎的婚姻里 最无辜受伤最大的 还是年幼的孩子 人们常说 结婚需要冲动 但不能只有冲动 更重要的是对彼此坚定的爱意 是对婚姻审慎的思考 是对未来风雨同舟的勇气 只有真正准备好了 婚姻才不会变成爱情的坟墓 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当然有时候可以变成爱情的坟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